大家好,我們今天講的題目是關於邊場、面積和體積之間的比例 我們事不宜遲,馬上看看題目 題目給了兩個相似的原處體,我們他們的體積比是27比64 這部分就想問他們的半徑比例是多少 那怎樣處理它呢?首先我們寫下 V1 over V2等於R1 over R2的三次 即是邊場比的三次是體積比,碳目比了27 over 64 那所以R1 over R2的三次就等於27 over 64 那經過運算,他們的半徑的比例就是3比4 那B部分就是想由我們這個原處體的時候的成本 就是跟那個表面面積成正比 他就比了由大那個原處體的成本是192 他想問由小那個原處體的成本是多少 那其實它講到是表面面積,即是我們會用到A1 over A2 等於R1 over R2的二次 邊場比的二次等於面積比 而大那個面積是多少呢?就是正比於它的成本 即是192 那小那個的成本我們不知道 我們依然寫著A1 而半徑的比例我們計了是3 over 4的二次 那所以我們就會介意到A1就是代表108 所以我們的成本是多少呢?就是108塊了 那這條題目是主要考考大家 邊場比、面積比和體積比自己的關係 分別差了二次和三次 你只要看到這種相似的圖案 你最主要是寫下這些公式 那就可以了 那我們下次會講解其他的題目 我們下次見 拜拜